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OK仔 和大家看看內地猛料 內地新聞真是精彩了 這個全球大戰已經升溫到差不多 以色列方面 你以為距離我們很遠 但是有很多中國的留學山就在那裡 有留學山現身出來說 當時五千飛火箭彈 打到下來的時候的環境 另外也會和大家看看這個黃金周 長假期完了之後 看到中國旅遊業的現狀 實況有些改變了 這個改變到底是什麼呢? 是否爆買不在呢? 背後的原因又是怎樣? 我們稍後和大家一起跟進一下 最後也會和大家看看 食飲的時候真的要留神 在內地有人打火鍋 竟然出現了磁磚 嘩,不是吧? 這塊磁磚 還要懷疑是屎坑 嘩,好噁心 很多新聞會和大家逐一跟進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我們首先 這個耳巴開戰 成為全球大事 這件事件 在很多媒體 報紙 都繼續紛紛報導 在這個國際新聞那裏 我會詳細再和大家跟進 但是 中國方面 你看到就好像 就這件事件 都未完全 有些什麼說話 去表態 還是說呢 看到了 中方終於出聲了 究竟說什麼呢? 這個耳巴衝突惡化 造成傷亡人數不停飆升 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表示 中方對當前耳巴緊張局勢 和暴力升級 深表關注 呼籲有關各方面 保持冷靜克制 停火 保護平民 防止局勢轉一步惡化 發言人更加表示 耳巴衝突反覆上演 充分說明和平進展 長期滯留不停 滯留不前 平息耳巴衝突 根本的出路就是落實兩國方案 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 去到這個位置 就是說 不要打了 好像以色列不對 國際社會應該增強緊迫感 加大巴勒斯坦的議題投入 推動巴爾雙方早日 恢復和談 尋求持久的和平之路 中方將會繼續和國際社會一起 為此不懈努力 但是去到這個位置 說完發言人所說的話 其實某程度上 個個都是叫做停火 但是 不是那麼簡單 你看到現在這一禍金 當然有人說 有點遠 但是我們看到畫面也很恐怖 也有很多不同的留學生 現在他們現身說法 當中比較關注的是中國留學生 那要不需要派人去救他們呢 現在有留在以色列的中國留學生 拍片 說回當時那五千多飛火箭彈 噴噴噴噴射過來的時候 那個情況 那看到這一位 就位於以色列中部城市 雷霍旭特的中國博士生 Yumi 那他就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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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呢 其實以色列以巴衝突 來不可以來一劑 那些防空警報 VVV叫呢 代表 又打過了 那平時呢 他說 沒有什麼的 平時的VVV也好 或者有些火箭炮射過來也好 然後呢 以色列方面呢 有一個叫做 叫做 反倒系統 那就是防空系統 那就可以將它攔截的 那但是這次 他說 不惹小 附近 他家附近 已經有大廈被火箭炮擊中 那手機的防空警報 由昨天 就是前天開始 就開始是這樣響 是這樣響 是這樣響 他說又來了 瘋狂地炸 他一間屋裡面有兩個室友 都被他徵兵 有兩位男室友 那他介紹 裡面 其實在以色列的公共建築系統裡面 全部都有安全屋 那他自己讀那個地方 就說 30秒內 每個人就可以抵達一個附近的安全屋 那 安全屋場地也不是辦法 但是他有人就覺得 之前 他們都不覺得是怎麼回事 因為 以色列的防空系統 或者叫反盜系統 感覺上 就好像 厲害的 有些厲害的 但是你說 這一次 為什麼好像不行 這樣呢 這樣 這個鐵路系統 感覺上 好像 炒粉 因為 這次 是特別的 這場戰爭 由海六空 全面 有意 發動一個大型 殺你一個措手不及 所以 感覺上 所有人都馬上很害怕 那他自己 要不要走開一點點 那 快點回去中國 好危險 你這樣打法 但是 走不走得到 都成問題 好 接著 看看這一單 關於黃金洲 黃金洲 我們想著 會迎來一個爆買 世界各地 很多人都熱 期待中國遊客外遊 瘋狂購物 大豪客再現 但是 在這個黃金洲 無論內地自己 各省各市也好 全球世界各地的城市 國家也好 都好像出現不到一個爆買潮 那麼另一件事 黃金洲 那麼多叫做 慶祝的活動 配合這個 杭州亞運 感覺上面好像 又少了外國人 自己人又不買東西 外國人又不來 那麼究竟是什麼事呢 這個 中國旅遊業 什麼 一個新的現象很奇怪 那麼 根據這個黃金洲結束之後 其實可以看得到的數據 就說 在疫情三年到現在 中國旅客出境的人數 都未完全恢復 那麼更加留意得到 有很多叫做旅遊業從業者 發現 過去中國旅客爆買的情況 已經沒有了 他們越來越保守 那麼按照那個成績數字 就是 人數 在這個八天的假期 一共有八億多人 就在這個國內旅遊 那麼比起疫情前 增加了4.1% 那麼 就叫做 好像要復甦 那麼 人流多了 在國內 都出去玩 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但是你看回國家移民管理局的數字 在中秋國慶這個年假裡面 他們發現到這個數字 一共出境人數 1181萬 平均每天百多萬人出去玩 那麼 比起上年同期增長了2.9倍 也都是19年同期的85.1% 那麼 但是 旅遊就好像回溫 但是 那個數字就好像不多 因為 如果 我們 人數出去了 那麼 他們去哪裏玩才行的 新加坡 那個數字 可以看得到 那時候 他說 黃金周 應該是 不論 自由行也好 普通團遊也好 現在 奇怪 散客多 反而 跟團來的人數 就少了80% 也都是奇奇怪怪的 那麼 有什麼原因呢 有一位 上海的旅客 他們就說 想去的地方去不起 去得起的地方又不敢去 最後 只能夠在附近一天遊 大家知道什麼意思嗎 治安問題嗎 泰國他們想去的 又說老粒又說過神 好了 有些地方 他可能 匯率問題 就是好像 你現在其實 為什麼香港 好像少了遊客 在 2003年 打後開始 那個自由行 開始慢慢 越來越強勁 那麼 揮煌了 十幾年 那段期間 其實某程度上 大家都明白 一件事 就是那個人民幣的強勁 他們那個匯率 跟港幣的匯率有個差距 那麼他們用人民幣來香港買東西 感覺上就抵上加抵了 他們只是在那間吃個差價 都已經有水腳了 就好像等同我們現在 出去一些比較匯率低的地方 舉例是日圓疲弱 某些地方 那個貨幣的匯率很美 我們去到那些地方 我們感覺很好用 所以會令到那個地方 即是叫做旅遊業 多人去 但是某程度上面 當大家的匯率差不多的時候 大家就不願意花錢了 不願意花錢的背後 其實都好看得到 其實某程度上 現在的經濟疲弱 大家都是真的偏向補收 不再去到時候 這麼大蠔客 你看到內地的房地產也好 各樣都好 是需要調整 大家現在就是抱著一個觀望的態度 其實很簡單 香港人經歷過如廁撈睡的日子 那時候 那些貼士五百一千這樣給 現在五元一元 你都牙痛了 所以其實都看得到這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 其實就說你說外國遊客 為什麼不來呢 那其實從這個 叫做 你說有政治的角度 又或者其實另一個問題 就是環球經濟的角度 那還有那個 是不是關於支付寶 那些問題 外國遊客 未適用呢 那這些都是有待的 大家要適應了 那我相信做一個大的調整 那可能要去到明年中 那才慢慢好一點 不過 大前提 看看究竟現在的世界 還會不會繼續打仗 好 那接著看看其他新聞 告訴大家 有時候 真的 你不舒服 你就去研究一下 究竟自己發生什麼事 不要不理不理 沒事的 就隨時出事了 在湖北 有一個35歲的女孩子 經常都有便秘 那她便秘便秘了多久呢 十年 哇 人家說十年都沒有死鵝 不是十年都沒有死鵝 十年都經常沒有死鵝 要她進去醫院檢查 究竟有什麼事呢 原來她近期又有便秘的問題 經常都有 更加便秘之餘 出現了大量出血的症狀 哇 是不是生了痔瘡呢 她說 柯市柯到噴血了 哎呀 更加在工作生活上 受到嚴重影響 她逼著 去了武漢大學的中南醫院 去看醫生 後來有位醫生 就跟她進行檢查 好了 原來發現到她的直腸裡面 有些硬塊 那 而這些硬塊 是很難推動的 所以才導致她便秘 即是她本身裡面的身體有東西 有東西 那頂著她的 care 出不來 不是她天生有問題 不是她跟飲食有問題 是她天生真的可能有些問題 那 經過準一步點查 就發現到原來 是子宮內膜二位症 症狀 浸潤到這個直腸周圍 才發現到這個情況 那 後來做了手術 撿回帥仔 她 那就好了 這些是古靈精怪的 所以有時候大家真的要 要留意一下 經常都說找個病去做 是啊 你要知道那個問題 根結在哪裡 如果不是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你根治不到那個問題 原本的話 你永遠就重重覆覆 重重覆覆 出現了這些事 好 跟著我們看一下 這一宗新聞 哎呀 喂喂 這樣也有的 你很深 什麼事呢 在台灣 陸軍步兵 二百零三旅 有四名士兵 竟然 集體射波 就是騙病假 騙什麼病假呢 他們借用自己確診 新冠為名 喂 很離譜 他們怎麼做 他們竟然拿工業醋 滴入這個新冠的快速測試劑上面 令到那個測試劑出現了兩條紅線 天啊 真是 幹什麼鬼 想著這樣 之前大家就害怕到死 確診了 兩條線 糟糕了 是不是真的生離死別 現在大家就濫用了這件事 哎呀 兩條線啊 你看我有兩條線 然後 後來就向部隊請假了六天 唉 後來發現到呢 因為他們的長官發現到一個古怪 那可能不知道 他的古怪是不是 咦 你又說還要一個新冠呢 為什麼可以出去玩呢 這麼精神呢 唉呀 可能這些東西被人踢爆了 唉 所以 你真是 就是你人很有趣 沒事的時候呢 就炸病 我經常都這樣說 真的病的時候 死都說自己沒事 沒事的不用怕 沒事沒事 沒事的 你說人多矛盾 好了 接著 真是看看這個 奇怪的新聞 有幾奇怪的新聞 就說到說 在廣州 現在引起 大家都熱議 因為有一間小學 就要求 學生 必須掌握流利的英語 這樣 這麼有趣 不是吧 我們看看究竟什麼事 先 近日呢 在這個廣州 有家長 拿了一幅 照片 裡面有一份文件 寫著 華富開小學生 必須掌握八個技能 那些小學生要掌握什麼技能呢 那些家長就說 真是辛苦 我去到這個位置 我就覺得 你看看香港的小朋友 更辛苦了 小學生 幼稚園已經來了 看看他們那邊又有幾大壓力 圖片顯示 這八個技能 首先是要掌握小學階段的 完成不能 低於一千萬字的閱讀量 一千萬字 哇 真是恐怖 這個事件 引起大家熱疑了 其中有工作人員說 情況是屬實的 這八個技能 是學校辦學特色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但是有人就質疑 為什麼其中一件事要是英文呢 其實 你看看任正非 看得到 學識外語 對你們自己也有利 對吧 我覺得是 真的 這件事認真 至少別人有什麼技術 你都可以懂得看 那你怎樣去參考也好 改進也好 這些是有用的 不要一聽到外語 就馬上就像殺有戒時一樣 另外 亦都要給大家看一下 一件事件 這件事件是一個恐怖意外 在山東夜市 有海盜船玩 哇 人家的夜市有海盜船玩的 你看我們的夜市 差幾遠人 但是這些呢 我就不敢玩了 很容易出事 跟大家看一下 那 內地的夜市特別多 這些 迷你版的機動遊戲 你只是在深圳也看到的 街邊有波波池 有很小的那些 旋轉木馬等等 那 安全 一定是引起大家質疑 甚至乎憂 在山東濟南 日傳 傳出這個 夜市網紅海盜船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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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 他搖擺的幅度就不太高 沒有人受傷的 有負責人說平時都會檢查一下筍位螺絲位的 那我懷疑是鋼材質量有問題 就搞到這樣 那這樣就很嚴重 這些機動遊戲其實某程度上 你不能叫做偷工減料的 你計算那條數一定要很準 甚至乎 可能他可以承受到 五個G力的 五個G force的 那些 或者甚至乎 他可以承受到 不知道幾重的 五百噸 這樣 那有些人可能 計算 我們要他承受五百噸 但是起碼最少都有七百噸 這樣 但是這次 現在人們就說 因為工人 錯誤使用較薄的鋼材 哎呀 那你真是偷工減料 是不是 哎呀真是可憐 好 那接下來我們也和大家看看 說到 中國人才大幅外流 首選地並非美國 哎呀 美國傳媒就說 中國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 近年紛紛移民 中產階級外流 尤其是科技業最明顯 那他說這些專業人士首選地 就不是美國 日本澳洲加拿大和歐洲 當然 美國這麼危險 整個都亂來的 那你說 為什麼會這麼多科技人員 走出去呢 其實我覺得 有關係的 跟近期 疫情之後 或者疫情期間 有這麼多外商 外資設了廠房 其實我們中國 有很多技術人員在 那他們可能分分鐘 在這些不同的工廠 在不同的企業打工 那你見到那個市場 突然叫做 沒有這麼多企業 那人員一定多 那他們 都要賺錢 那就流出了 這件事也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 有人就覺得 為什麼不首先是美國 因為某程度上 可能因為 這個中美之間的關係 那 假裝簽證都困難 另一個問題 都是 我覺得 你很危險 有什麼事情 上來 被你夾當得了 好了 跟著 給大家看一下 哇 國慶過完之後 北京落雪了 我們就打風 他落雪了 真的 你說這個地球 多黏筋 是啊 真的 很快 北京已經落了雪了 北京延慶 昨天前 已經開始落雪 晚上 慢慢由這個 下雨的天氣 就開始變成這個 白雪的景 那 在昨天的早上 海陀山巔 這個延慶奧林匹克公園的 山頂開發區 出現了 薄雪了 哇 來了 開始冷了 所以 為什麼我們都涼浸浸 就是這個意思 那些北風來了 快點完 不要打那麼久 好了 更加和大家看看 有時候 你說做詐騙犯 都要頗有耐性 你遇上一個老人家 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都不知道你怎麼騙他錢 這位詐騙人士 竟然用了三個小時 教阿婆 用微信轉帳 但阿婆好像不太明白 你說什麼 按不到 這樣 足足搞了三個小時 後來 不知為什麼 電話談得久被揭發了 這麼神奇 原來 內地有阿婆接到這些 境外詐騙電話 無形公安 要求將他的錢 匯入這個安全會口調查 正所謂阿婆 就不太熟 當然一定上當 但是老人家 他又說謊言 什麼叫謊言 可能那些客家 說 側蹦 側蹦 那些 然後對方說 說什麼 又不懂用手機 最後 這個騙徒真是 幾什麼 幾熱心 真是 做詐騙犯 你又這麼有耐性 叫你平時幫老人家 你又沒有耐性 你真是 你把這些 叫做耐性 用一個好的地方 你就好啦 那 教阿婆 打算騙她 用微信轉帳 阿婆按你按 也按不到 由於通話大場 引起 當地反詐騙部門關注 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會的嗎 會的嗎 談電話 談得來都會 都會 查到的 厲害 後來警方 就上門制止這件事件 阿婆 就 對警察這樣說 她 她說我笨 又笨 搞到我 沒時間 煮飯 吵 真的 真的 她不停 不讓我收線 搞到我明明五點鐘吃飯 我應該吃不到 真的 混蛋 可能阿婆是這樣 最後她向警方承諾 就說不會再接這個 警外電話 所以有時候這些 有時候 會小一點 會小一點 就好一點 不行 搞不定 是不是按這顆 按來按來 不是阿婆 按那顆 什麼 按哪顆 就是 所以 經常都說 你把這些好東西 有耐性 是一件好事 就是用一個壞的地方 就是壞事 你是用一個好的地方的時候 就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 好 我們看一下上海搞哪科 上海 有個四歲女童走失了 這件事件引起很多內地的網民關注 因為在黃金周期間 這位上海四歲半女童 被父親留下了在海灘之後 就走失了 很多網民就在網上面 口誅不罰這位父親 就覺得這位父親 是不是人家是爸爸來的 你還是本身 就是繼父來的 故意扔下一個小女兒呢 近期炒得熱烘烘 這位當時人的父親 就是這位父親 就發聲了 就踢爆這些所謂的陰謀論 那說 你們這群小子 都現在不是關心個小女兒的 你們關心我有幾混蛋 你只是在那裡追擊我 就覺得都不是幫這件事 不是幫忙找小女兒的 那是的 那現在普通警方就說 在找緊 那擔心會不會小女兒 就被衝走了 那這件事還是繼續在找緊 那希望呢 可以 就沉獲這位小女兒 是的 但是網上有很多人 就把焦點轉移到其他地方 那 那跟著 跟大家看一下 在南京有一宗意外 這宗意外本來 就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 人 尤其是大人 經常 沒有規沒有矩 妄固 意外 自私自利 導致這宗意外發生 在南京 有一個兒童樂園 裡面有些沖氣成寶 大家都見過很大座 突然倒下來了 裡面很多小孩子被困 情況十分危急 現場的父母一聽到很嚴重 立刻衝過去 幫忙刑狗 幸好這件事件 就沒有人受傷了 那這件事件當然有人覺得 為什麼會倒下來了 那我懷疑 可能有些大人 就爬了進去偷偷 那本身 他計算那個重量 應該那些年輕人 可能十個年輕人 安全的 但是突然走幾個大人進去 可能那些大人 無視那個安全指引 那 負重 你知道一扎下去 然後那個城堡就摺起來 一摺起來 就摺起來了 唉 所以 這些也是 那我覺得幾件事 那當地 這些事故 也是需要多些人去看著 那些家長也是 不要 就是 為了一己私欲 進去 跟兒子拍照 就搞到一窩足了 好 那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